如果是耐药性结合的话 它的治疗肯定比那个非耐药性结合治疗要难得多 这样说非耐药性非结合的话 它的治疗的话 它的有效率是治愈率可以达到90%到95%以上 而那个耐药结合病 尤其多耐多药的结合病的话 它的治疗效果最好也只能达到50%到60%左右 然后呢 就是非耐药结合病的话 它的治疗就是国家的免费治疗 就是衣服瓶 烟静 瓶仙 烟静醇 这个药很便宜 即使自费也是很便宜 那么我们国家是采取的是免费治疗 而那个耐药的 尤其是耐多药和广泛耐药的病人的话 它的用药至少是5到7种药 那么这种药都是非常的昂贵 而是治疗苗层也有所不同 那么非耐药性非结合 那么这种药的药 就是现在这种药的药 我以为我们的药 也有三个人 那么这种药 就是一种药 那么这种药 就是这个药